能把周星驰逗得哈哈大笑的也只有他了 挖鼻孔的动作 那个动作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还是 不不不不 导演 导演本来就有设计 是我看见你平常的行为 想说 我平常有 但是我不会气的一般 很小会气的 只有一两次 他叫李尚正 本职是一名主持人 在抖音里和文章一起笑了好几年的 就是他 原先的他就只与香港有线电视台 一次偶然的机会 电视台拍摄一部短片 但却人手不够 于是李尚正就被安排就集充当临时演员 而他的这次出镜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李尚正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尽管他做足了准备 但在表演时仍旧扭扭捏捏 最后他在镜头前所表现的状态 总是给人一种很别扭的感觉 星爷无意间看到了这部短片 虽然李尚正的演技着力 但星爷认为 李尚正看似正静又有些奇怪的表演 十分搞笑 而正是因为这种浑身不自在的表演 也使李尚正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怎样去认识到星爷 即是跟星爷接触到呢 那时候就在娱乐新闻台 我有一些出镜的机会 因为那时候就不太够人 他叫那个不懂的出镜 因为我没有任何出镜的训练之类的 不如上来帮帮忙吧 那我咯 李尚正加入到星爷公司后 也充分展示了自己一本正经搞笑的天赋 说个笑话咯 说咯 这个有一个挺会笑的 我都笑了 说吧 李尚正听的 你讲的时候也好笑 上来得好笑 你真是说你真是过笑 你真是过心 你真是过心 他真是过心 你真是过心 我真的才是过心 李尚正开始 你真的说了 而后李尚正也完美地将这一表演风格 在电影中发扬光大 李尚正的首次出镜 是2008年的《长江七号》中 饰演了尖酸刻薄 并且爱吃鼻屎的曹主任 李尚正的荧幕首秀贡献了自己的搞笑天赋 而第二次则直接贡献了自己的身体 喜有响摩片中李尚正饰演的余妖 在被唐僧收复后 赤身裸体地被人们围观 这里的李尚正是真的全裸出镜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全裸上阵呢 你那时候是 原本是不需要的 但是后来看到 导演看到有资质 不如都全裸吧 不要浪费 要收收麻麻 这些就是优点 这些body是上天给我的一个gift 你认识 那是新鸡献啊 此时的李尚正也精进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不只是从头到尾的面无表情 面对文章动听的歌谣 李尚正先是虚心求教 再到满脸疑惑 再到最后无法忍受爆锤唐僧 这层层递进的表演仿佛有几分心野的影子 对文章动听的歌谣 孩子孩子为何你这么坏 欺负欺骗为何你做出来 学会做好小孩 相亲相爱 关怀就在心中充满色彩 乖乖你快回来 要努力学习为了未来 回头做孝顺的小孩 本来人情都是善良像小孩 而李上正最出名的角色 是美人于衷的警察 你又笑什么 我想起高兴的事情 什么高兴的事情 我老婆生孩子了 你又笑什么 我老婆也说 你们的老婆 是同一个人 对对 这一段还是由他和文章合作 而这次的合作却并不愉快 这场戏拍摄时 恩继了三十多遍 导致文章情绪差点崩溃 一度怀疑自己的演技 而原因就是 李上正一本正经的表情太过磨砺 文章一看到他的脸 根本控制不住笑出声来 受个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笑 除非人不住 而李上正快速画出的美人鱼 其实是星爷的亲笔杰作 而令水也没想到的是 李上正和文章客串的三分钟 却成了整部戏最经典的部分 星爷也表示自己最爱这段戏 以至于在发布会上 星爷直接说 其实李上正才是真正的男主角 电影中的李上正一本正经的搞笑 现实中的他更是如此 那你对你这次演出的酬劳满意吗 也很满意 满意吗 也应该说是很满意 表情好强哦 我以为是没有钱呢 你们那种气氛是谁啊 好惨 好惨 所以这个 系里面跳的这个东西就卡了 好 好 好 跳完了吗 跳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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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多一点 我要多一点 好好事啊 好 要多一点 我们谢谢这位舞蹈 就是我们当导演 有时候有 就是很有意的 对 有时候看见有一些演员 真的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所以你其实是慈悲心的 阿妹 阿姨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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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练 留他去吧 留他去吧